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立仁整齊外科 診所 中立仁醫師 我們這一集要跟大家介紹 割傷眼皮手術 很多人對割傷眼皮有一些誤解 在這一集裡面 跟大家介紹之後呢 大家對割傷眼皮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聽到割傷眼皮呢 當然就知道要切開 像這個一樣 切開來 大家常常聽到的要拿脂肪 原則上當然 拿脂肪喔 基本上要割了才能做 縫的因為針孔很小 拿脂肪真的是不太可能可以拿脂肪 像這個圖示一樣打開來 脂肪拿一拿 裡面製造一個雙眼皮 然後傷口縫起來 這是做雙眼皮的基本的過程 一個很重要一點就是 門診裡面怎麼樣 評估你的眼睛 適合縫還是割 我們用什麼工具呢 我們拿兩個棒子呢 往眼皮上一撐 然後呢 放掉 之後呢我們看 他雙眼皮撐多久 像這個影片這個小姐呢 只要一放掉這個棒子呢 他的雙眼皮馬上就不見 因為他脂肪太重了 他很快把雙眼皮都推不見了 像這樣 撐 放掉 就不見的人 表示他的脂肪太重 這種情況下 會建議他還是以割的 比較建議 像 有些人都會誤以為說 割雙眼皮會很不自然 當然啦 我們底下給大家介紹幾個案例 像這割算比的 這手術前手術後 當然啦 看不出他這是 以為是他先天的 這樣這是割的 眼睛變化很大 這個也一樣 手術前手術後 這個 十萬八千里的不一樣 然後呢 很多人都很關心 割的是不是揮護期比較久 我們舉幾個例子做介紹 開刀當然需要一個比較精細的手術 這是一個比較精細的手術 比較多的組織處理 所以當這個組織處理的手法 比較精細的時候呢 恢復也還蠻快的 像這個例子 當天 一週 當然啦 一週的時候已經可以畫一點眼線了 看起來已經 樣子還蠻不錯的 兩個禮拜 兩個月的樣子 恢復的也蠻快的 這另外一個例子 手術當天呢 還是有點腫腫的樣子 第三天還是有點腫 到一週兩週已經好很多了 那開始這個接個睫毛 眼睛看起來變化很大 然後呢 這是一個 這個例子比較特別 他單眼皮 他來縫 縫完當天呢 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後來因為不幸的這個 因為眼皮太重 他選擇縫 後來他掉了 那給他割 割完當下 這割完當下 跟縫完當下 比較起來 他覺得 割比縫 恢復還要快 割完第五天 已經消腫很多 所以呢 就眼睛很拋的人來講 甚至 割 恢復還要比縫的還要快 然後呢 割跟縫還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割可以處理脂肪 所以呢 同一個例子呢 他先縫 縫完是這個樣子 他覺得還是有點不滿意 他這個眼尾呢 雙眼皮有點淺 後來他決定割的 一割呢 因為這個脂肪 擋在這邊 脂肪 割的時候可以處理脂肪 所以割完之後呢 他雙眼皮就夠長 又夠深 他當然他很喜歡 他割過樣子 這是一個割跟縫的比較 然後呢 有些人很關心 那個割是不是疤會很明顯 其實割完的疤呢 就像皺褶一樣 我們關節處都有皺褶 像皺褶一樣 皺褶是不容易被發現的 其實呢 很多身上長蟹竹種的人 他們都很怕 雙眼皮割了會不會 蟹竹種長在眼皮上 事實上呢 眼皮幾乎沒有看到眼皮會長蟹竹種 所以蟹竹種的體質的人呢 一樣可以割雙眼皮 疤痕一樣不明顯 這是上面介紹一個是簡單的割的經過 但是割不只可以做脂肪處理而已 還有其他的處理 我們在下一集裡面 會再陸續跟大家介紹 謝謝各位